你不能改變 萬代南夢宮在今年5月 代理由美國Take-Two公司 所推出的超大作《避寫狂殺》 可說是今年遊戲界 最讓人訝異的大黑馬 因為避寫狂殺以大家較不熟悉的 美國西部牛仔的題材 卻導入了好萊塢電影般的大格局 有華麗的畫面 緊湊的劇情發展 超廣大的遊戲地圖 緊張刺激的強戰場面等 超水準的表現 不但讓避寫狂殺 全球熱賣破600萬片 推出兩個付費下載資料包 也同樣熱賣 而日前美國有所謂的 遊戲界奧斯卡獎 支撐的2010年VGA電玩遊戲大獎 避寫狂殺也拿下了 最高榮譽的年度最佳遊戲 真的是叫好又叫做的 年度大黑馬遊戲啊